好说到军力再来关心的是我们的国防部 昨天晚上突然宣布了有三名上将职务异动 任司令呢在这个月16号也就是五天后就会生效 包括了现任陆军司令杨天孝上将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陆军司令呢将由副参谋总长李祥宙上将来调任 而副参谋总长的职缺呢则是由陆军副司令严德发中将调任 而且晋升为二级上将 其中呢今年五月才从宪兵司令调任副总长的李祥宙 晋升上将呢才三个月 现在呢又在这波异动的名单当中调任为陆军司令 军中呢都形容他是现在的当红炸子机